另外就是腎的问题 腎炎 腎病变的综合症 这个都是跟腎有关 到后期要考虑洗不洗腎 或者换腎 痴呆 这个字还这样写 现在我们叫什么 脑退化 或者叫什么 认知障碍 大家都知道这些词 但是在网页 这个是他用的 不是我译的 那我就先说Dementia 就是认知障碍 脑退化 痴癌等等 伴血病就是细菌入血 有时很严重的感染 令到细菌入血 糖尿也入了十大 你会看到 癌症当然是占了最多的 但是其他慢性病 心脏 慢性的下呼吸道病 腎等等 都有不少的 而呢 如果我只是比2012年 你看 可能那年特别一点 你看这十年其实是差不多的 一直癌症都是在第一位 只是二和三肺炎 和心脏 就可能会调了位 之前心脏病多一点 现在心脏医生 比较好 肺炎过去了 但是很接近而已 这个就是香港的资料 你看到 就是说 在讲的那个死因来说 这个十个是最多的 那我跟着想和大家看看 这个癌症是最多的 那什么癌症 癌症都有很多种的 哪一种是最大的杀手 知道吗 肺癌 对的 那这张slide 就昨晚才拿来的 所以没有空去做中文 那大家都应该 希望大家知道 那这个香港癌症治疗统计中心 我们是2011 一二都没有 那肺癌是最大的杀手 占了差不多三成 那接着是腸癌 然后是肝癌 胃癌 乳癌 接着是耳朵癌 鼻咽癌 食肚癌 白血病 这些淋巴瘤 那你看到 我们要清楚 当我们看到这些数据的时候 死亡 就是杀手 跟她的那个 是不是常见 是不同的 其实乳癌 在女性来说 是相当常见的 但是因为 在治疗方面 比较理想 所以死亡个案 是相对不太高的 那在男性 例如前列腺癌 也是不少的 但是也都是 她的死亡率 是相对比较低 就是比较久一点的 所以 她是在这个表 你见不到她 在一个杀手来说 她不是在很高的位置 那见到很多是 在末期的病 肺癌 最多 那这个死因 大家现在很明白了 对吧 就是 关于这个 一些是香港的资料 那外国 你说分别是不是很大 那当然也有 但是癌症 也是一个很重要 还有其他 其他器官衰竭那些 都是一些 很主流的 一个死因 那 死亡过程 会是怎样呢 死亡过程 其实是真的不知道的 有些可以是很急性 很突然 刚才都说 你突然间 下街 突然心臟病发 那就可以死了 很突然的 又或者一些 天灾人祸 那些 这样 这些是很突发的 那这些呢 其实 我们可以做的 不是很多 当然 如果是心臟病 你在预防那里 做多些事情 让它控制得好一些 或者是糖尿病 控制好的糖尿病 那当然是减低 但是有些事情 你真的没有办法估计 突然间 真的交通意外 那这些 我们不能预防 那但是呢 另一些的死亡过程 可能不是那么急的了 就是比较慢性的 可以预计的 他们病人通常的功能 日渐衰退的 大家想到什么例子 肾病 OK 就是如果肾病 如果特别去 不是洗腎 或者换腎 洗腎可能会 久一点 看看哪些病人 不是一定洗腎 就一定好的 但是有些病人 洗腎就好一点 就是说那些 慢慢都是一路叉的 那些 还有没有 肺 肺 肺什么 肺炎 肺脑 肺癌 肺炎 嗯 什么 肌肉 老肌肉 虚对 OK 就是一些 老或者神经线 那些的退化 那些都是慢的 那灰来说 其实是慢性肺阻病那些 就是那些 你看到它很痠 就是行少少都喘气 闻氧气那些 那些 那些 也是慢慢地 很差的 OK 都差不多了 癌症 有人说 癌症是不是急性突然间死了 不是吧 当然它可能有时候有些病发症突然间死了 但是整体的癌症本身都不是的 所以下一张的slide 你们都有 就是说回不同的病例 它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过程的 这个就会看回例如在癌症 在 例如说 这三条线 这个大家会看到 可以用这个 好 这个是人的功能 如果越高 他的活跃性越好 可能走得走得 到这里越低就越差 可能要坐轮椅 或者甚至是长期饿床 这样 这个功能 和病的时间性 你看到 这三 有三类的主要 例如一些癌症的病人 就是这个蓝色的线 器官衰竭的病人 就是红色的线 而刚才说的 慢性退化症 好像说 脑肌肉萎缩 那类的 那类的 或者是一些 刚才说的 老腿化 有什么不同 大家看到三个 图案是不同的 是吧 那怎么不同呢 不如这样 这个应该都有 如果从癌症来说 其实你预计 它的过程是比较容易的 预测的 通常它的功能 都维持得很好 直至最后几个月 有些人说 最后那六个月 所以有癌症 开始一直都还可以的 但是你看到 慢慢功能越来越差 开始几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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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一直几个月 直至最后 去世前 就会快速下滑的 所以如果你遇到这些病人 他们有癌症 他们还是活跃得很好 那些 应该来说是比较OK的 但是你怎么预计 它可能就快 越来越差 就会死呢 就是看它的功能 一路慢慢叉 都是用这支 好了 红色条线 就是说器官衰竭 无论是 刚才说的 肾病 慢性肺座病 或者一些心脏衰竭 不是急性心脏病 而是心脏越来越 崩得不好 它们 積了水 在肺里 气喘 这些病人 他们倾向于 有间歇性发作 那他们呢 有些时候 其实他们差的时候 就会入院的 入院 其实每一次 你都不知道是否最后一次 很常见的就是 入院 很差 有时可能 接着呼吸机 有些现在未必是插喉的 可能吸着鼻 吸着口 那些 又报危 或者跟家人说 你以后心理准备 那样 但是呢 有些 又能痊愈的 就是 给了一些治疗 慢慢痊愈 如是 可以有很多次的 但是又不知道 每一次是否最后一次 但是如果 未是最后一次 其实 它也一直是越来越差的 可能它走路 最先可能 都走到一层楼梯 都没问题的 后来慢慢 可能走到平路了 到平路 慢慢 平路都走得几步 就要休息了 最后就不行了 坐在那里 都会痠 一路 是会慢慢变 但是它们很多时候 这些间歇性化作 我们不知道 哪一次是最后死亡 在那个预测的死亡 比起一些癌症病 是更加困难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它有多久的命 是困难的 然后 绿色线 这个慢性退化症 就是刚才说那班 就是说 脾退化 或者一些肌肉萎缩 这班病 它更加 其实 很早的时候 可能它的功能已经很差了 就是它没有 就是 走得走得那些 很多时候 它是很长期 已经的功能已经很弱了 要人照顾 饿床 所以 这班病人 其实不少 都是在软舍里面 需要别人去照顾 你估计它 有多久的命 其实就很难估 有没有人尝试这样做 有的 准不准呢 我等你们说 应该是不准的 真的不准的 试过 就算癌症 有些研究 说回 医生去评估 估计有多久的命 然后再看回 甚至有些很科学性的去看 发觉 都是 大部分都不准的 这条 通常是乐观了 就是医生估计 乐观了 但是又要这样说 有一件事我们很小心 我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 如果你有照顾病人 就是说 有一些病人来看 我那时候看医生说我只有三个月命 我现在过了三个月 为何我还未死 那 准确预测 其实是做不到的 我想告诉大家 就是一般的评估 都是一个预算 所以 真的千万不要说得太准了 那些病人 就会是 他以为你很准 他就以为你很准 那么他的准备 可能就 可能留下了钱 刚刚三个月用完就最好了 但是发现他 咦 糟了 我跟着他又怎样 那么 这些呢 就是会令到他很难 很难的 还有家人 有些期望都是的 好了 医生说一个月命 我睡了 总之我照顾一个月 那怎么知道 发觉不是的时候 那你就会很烦 就是对他们 都可能制造很少 很多困难 好 进展到 那么 可以多些时间 问话 或者如果是 大家听到太累 也可以 可以休息一下 那么 进入到 其实是 最后一个部分 那是 讲一个 晚期的病征 那么 我没有估计到 我这么快就讲到这里 那么 所以 就是 在那个 症状里面 因为 其实是 有很多病征 你也会看到 但是我 我是 选了一点 和大家分享 希望用一些原则去说 那 套用在其他的病征 可能都适合 但是我 没有准备到很详细 每一个征状 跟你讲得很仔细的原因 或者治疗 那么 这个 不要紧 就是 都是 点点提 如果你有兴趣 之后才有机会再讲 你听 那么 这个 晚期病征 我这个图 想表达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这个我想说是什么 哈 好像听到一些对的答案 不知道 这又不是牙来的 这些细胞 不正常地在生 那应该是什么呢 癌细胞 这是癌症 我想说 癌症 有些病征 就当是晚期 另外 这个应该大家知道是什么 是肺 就是一些慢性肺了病 那么就出来了 就是心又不太行 心脏衰竭的病人 或者一些慢性肾病 那么 他们不同的病种 刚才都提过 死亡的过程 其实是有不同的 是吧 就是那个 记得那三条的curve 但是呢 他们的病征 是不是很不同的 那你可能想到是吧 心脏 心脏 有心脏的问题 有多些的肺 有肺的问题 那肺的问题 气速多些 肺那里 肺那里 排水排得不好 会不会水肿多些 那样 那 都有人尝试去做 研究 有一个比较大的研究 报告 就是在06年 他就尝试看回 癌症 心脏 肺 肺和肾病 这些慢性病 他们的症状出现的频密度 那这些 这些列出来 都是一些比较 它叫做常见的 的症状 晚期症状 那么癌症呢 痛 痛是 很阔的 就是不同的研究 出了可能35%至96% 但是 其实一般来说 大约有七成左右 就是 都是约数的 那么 人呢 会有这个痛 在癌症病 那么 那么 抑鬱 又是都很阔 但是 也有不少病 那么 焦虑 敏乱 疲累 气喘 失眠 睡得不好了 作呕 便秘 或者肚 或者厌食 不想吃东西 那么这个就是癌症的情况 那么大家估下其他那几个是 是否会和这个很不一样 是否和这个很不一样 很难估计 不要估计 OK 其实呢 当然了 很难仔细分析的了 但是作者这么说 我们看起来都信他 他想说一件事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病 是癌症 心脏 肺 还是肾 慢症的病 他们的症状其实都很类似 很类似的 这是一个症状 OK 那么就 接着呢 这个设计转了 就是想告诉大家 一个病人 可能同时有几种病征 因为你如果看回 你将这些症状加起来的 百分之 应该不止一百的 是吧 那就是你最多病人 最多一百个百分之 那你有几百个百分之的症状 那就是代表了 实想告诉大家 很多时候一个病人 他是同时有几种的症状在一起 所以就是 我们问到一个病人 有一个症状 就不要太开心住 我们都要再了解多些 知道病人 有没有其他问题 都要处理 那我想用气喘 跟大家去 就是再看多一点 那 跟我都是 都是胸肺科医生 有点关系 但是其实这些症状 都是很常见的 在这些病人 那我们做一个 要通常有什么病征的时候 就是我们要做一些病征的评估 那怎么做呢 我们希望找到 当然了 就是会和病人去问他的病历 或者经家人 如果病人有时 不是这么表达到 还有跟他检查 那个目的 或者甚至做一些 就是除了身体检查 可能是检验一些血 或者照一些X光 各方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是想找出一个成因 当病人有一些症状 我们当然想找一下 他什么事 会令到他有这个症状 有些问题会问 例如他那个性质是怎样的 好像气喘病人 应该举例 他说原来 躺下的时候 就很喘的 一坐起床就好些 或者是半夜 睡醒 喘到什么 坐起床一会 就会舒服些 有没有人知道 是什么原因 烤喘也会是晚上的 不过不是躺起床就舒服的 是跟心脏那些有关 就是因为心脏那些 心脏需要有些水在肺里 当他坐起床的时候 那些水就没有浸了那么多的肺 他就会休息得好些 就是这些问问性质 位置在气喘来说就难一些 很少说我一边吠喘 一边不喘 这个可能用其他症状来说痛 你知道在哪个位置痛的时候 就会知道 就是背脊痛 那些骨头痛 你怕他会有转移 是的 或者如果他肚内痛 会不会有些扩散呢 那些 有因的意思是 就是怎样令到他会痛一点 或者一条气速一点 这里一定都要将两件事 混合来说一下 就是例如说 就是他 他是 他会动起来 特别痛一点 就是在心脏为止 有时候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就是 当他活动时 他需要多一点的氧气 心脏 如果不能给他 他就会有痛 心脚痛 那这些舒缓因素 就是他怎样会舒服一点的 那这些都是会帮到我们 去尝试找出他那个成因 就是那个 症状的成因 那找成因是一个 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找成因呢 可不可以就这样 最好有一种药 一给下去 什么都好了 是吧 但是不行了 所以我们找成因 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 那我们可以给到一些合适的治疗给这个病人 除了找成因呢 我们也评估那个症状呢 那个严重程度 就是有些 有些说 很不舒服 有些就 气喘 其实是好的 那病人说 我好痠哦 这样 你有多痠啊 我好痠哦 那你可能一路问 都不用 第二个病人 不用看的了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们去做一些评估呢 那一会也讲一讲 那然后呢 我们除了说 体现的严重程度之外 我们也评估病症对病人的影响 会不会影响他睡觉 影不影响他情绪 影不影响他的生活 那一会有些例子可以给大家看 那这个其实只是一个 就是一个举例给大家知道 那我们看回这个病人 有些症状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身体 这我想说回 你如果看你的notes 你会觉得我好像漏讲的那些东西 我把疼痛放在后一点 因为我看回那个流程 我想讲了气喘会好一点 所以大家不要介意 就是如果你先揭去看气喘那边 待会我才回到疼痛那边 那 气喘或者痛都是一些身体的症状 但是我们知道其实它是影响我们身体各方面 那我们如果说全人的治疗的时候 我们说身心社灵各方面 那到底 例如这个病人有气喘 那他是不是就是气喘那么简单呢 那在其他方面 怎么影响他呢 在社交方面 就是一个社交的情况来说 他很影响他的家庭生活 就是平时可能他跟家人一起出去 去喝茶的 特别老人家 他很想跟子女和孙子一起去喝茶 但是他很喘的时候 他就不是很方便 就是觉得 哇很烦哦 又要你们这样拖着我 他可能就不想这样做 但是呢 其实就影响了他家庭的家庭生活 在心理上 他可能也有很多种不舒服的 其中可能就是有些愤怒 就是在说为什么会